開始了嗎? 開始了 來喔 我幫他介紹的是那個鹽水龍 然後他不是台灣工藝術工藝 然後這是鹽水龍 鹽水龍長的樣子 然後他出身在1903年的台灣 然後他就是當畫家 然後他有當一個研俘工藝研究者 然後他的學歷到那個 東京的美術學校 然後他的專長就是 油畫跟美術順路 然後工藝材料 然後他的目標就是 推廣台灣的省異 然後還有培育工藝美術原產 然後他培育村中有一些特殊的時間點 比如說1920的那個 他去日本去讀那個 美術學校的西化科 然後還有1920 1927年他和陳陳波阿 的那些 十三個 就是對 促成的那個四島色 然後 然後 然後他有那個羅女 就是 就是這張古 然後他是有路程到台 台展的第一間 對 然後 1930年 然後他也有那個 那個 台洋展 然後還有 1940年跟 1953年 就是分別有創辦那個 在 在台南跟南童創辦那個 南亞工藝社 然後 然後 然後1957年就是創辦那個 台灣首 首工業 推廣 重型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他的風格就是 有分 大概是三個部分 然後 然後 早期的時候就是 就是 就是 貼 作品總是貼那個 西方 然後 然後西方的後期印象 他的工作 然後 他的 右色隊伍就比較強硬 然後 中期的時候就是 工業 美術 然後 玩具 就是 大多都是跟原住民相關的一些 做 作畫 然後 就是 紅頭 女之娘 就是 顏水龍 他 他 去 海展的 西洋畫 地有 地有回人的畫度 然後 原住民本身就有利用一些 一些比較偏自然的 一些裝飾 去 去 然後 把它畫下來 就 感覺 就很帥 然後 顏水龍 顏水龍在那個 林住民的繪畫中 他 其實 你不會很寫 就是 他就比較多 一個圖層 然後去 去把它掛出來 然後 就一直走 對 然後 就是藍魚 然後 然後 過程中的那個 藍魚的 雲 去背對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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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那個 色彩 對 那個 牆面的色塊 藍魚 四郎 風光 女 人文生活的 立語美 對 然後 就是 藍魚白 然後 然後 顏水龍 任人 白色的花 就是整齒也就這樣子 然後 所以他 就是 曾經有對這個白色 很精細 而且 氣而不捨的 氣而不捨的研究嘛 然後 他在畫白盒 白白盒 通常都會 打到你的 紅色的 紅褐色的 補給色 然後 再加一點 然後再加一點 白色的 煎料 對 白色的 然後 粉服的那個 這些 色調 匯出來的 靈暗 就是 可以搭配藍色的被子 感覺他 就是白 那個 那種花 那種白白的 就是有一個 很聚 清晰又純白的感覺 對 然後 這是藍雲的印象 對 藍雲的印象 然後他 就是 讓那個 就沒看到這個點點嘛 他是個長姿耶 然後他在畫上去之後 就感覺有一種 很獨特的火力 然後鎖住在前面的 音樂 音樂 對 然後是 還有一個 一種的 然後 這是 說我們 有 也是 也是 有畫過 然後他就是 這幅畫就是 他有 他使用他 一個 很常用的 一個手法 就是 就是 那個 聲勢感 對 然後 然後 天水龍其實很喜歡那個 太陽 的 創作 然後 他有時候會一定要公布自己去 到 山區 或者是海邊 然後 御山的 就是 御山日出 就是 瞭出那個 御山的 音韓 跟音響 然後 然後 那個 蜘蛛的那個 太陽 就在眼睛 照氣 希望 然後他的光影部分 其實呈現出來 很重 抱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是蠻好 就是 有把那種 陽光出現 就是不知道哪裡 這樣 對 然後 然後 他的後世影響 就是他 就是他 1970年起 然後 他就是把 他幾個 美術影片 過展到公式 那些 公共 公共的影響 帶一個 學生去 製作那個 馬賽克 文化 然後 他的成就呢 橫畫的 繪畫 然後工藝 商業 社群還有公共藝術 都是 揮畫的 美術 然後 所以 顏色羊是一個 多方位才能的 藝術家 對 然後 這是他的連結 然後 謝謝大家